雖然我的責任或感覺上我是一個男人 但我永遠都是有一個同心 到今天為止我都是這樣 我都是像一個小孩一樣 我出來說踩單車 我去到歐洲第一件事 一踩踩單車 哇 超棒 我永遠都還有一個同心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電影的故事大光線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很沉重 但整個戲因為是一個喜劇 變成另一件事好像沒那麼沉重 我以為 但原來看的時候 那個吉島里那一刻更認真 就是你一件很沉重的事 但那個人當事人說 沒什麼 明天過了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覺得這個態度 我很喜歡現在 我是這樣的 因為我經常感受 整個社會 我覺得現在 這些人是很需要一些很正能量的 我覺得我想給這些觀眾 讓位置 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